你好,感谢你每天听本书,我是陈甲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叫《抗压力》 作者是日本的九世浩斯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很早就进入了高压力的社会 年轻人在社会中工作压力强度特别大 工作繁忙,我们常常能听到这种过老死 好像这个词就是日本来的 其实现在我们国内也一样 大家买房、就业、工作职场上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年轻人面对高压力也成了一个很常见的话题 那和压力怎么相处呢 可能大多数人在遇到压力情况下还是想逃避 比如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是想一想我们旅行回来了之后 那桌上一堆文件还是得处理 怎么办呢 好消息就是有人专门研究我们怎么样和压力相处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 《抗压力》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九十号斯呢他在日本有一家面向社会人士开放的积极心理学学校 他担任校长 这也是日本第一所这样的学校 他这个人其实花很多时间研究积极心理学 而且把这套方法想办法运用到了商业领域 给像这个翘牌石油高盛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进行人才的培训 而且他的这一套方法其实也是松下心之柱 或者乔布斯这样商界奇才他们也在用的方法 九十号斯呢他本身是在日本的宝洁公司工作过很多年 担任了化妆品事业部的负责人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500强工作是有很多年的经验 在这个工作过程上他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来到宝洁工作的人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 可以说是一流的精英 你想一想他们每年从100万应聘者中最后只录取5000人 可是有意思的是入公司的时候都是精英 可是工作一些年以后 你看有些人在职场中那是步步进步越来越高升 可有些人呢停滞不前甚至失败而归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总结发现这个精英和精英呢 他也是不一样的 精英呢可能能够分为两种 一种精英呢是石头型精英 一种呢是玻璃型精英 所谓石头型精英呢 就是这帮人特别疲势啊 他特别耐高呀 就遇到挫折也抵抗能力很强 所以一旦有这种强大压力来临的时候 他们反而能够在逆境中 集体斗志能够更加成长起来 可是这玻璃型精英啊就不一样 他恰恰相反 这玻璃型一碰到压力 碰就碎成一地渣 所以你看呢最后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 往往是那些石头型的精英 你说为啥这个同样是精英 它就分成了石头型和玻璃型呢 哎就是浩斯想了想 他觉得应该是他们抗压能力的差别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要讨论的话题 怎么样增强我们自己抵抗压力的能力 做的说要增加我们的抗压力啊 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啊 就是我们能够处理消极的情绪 第二步呢 是我们能够积蓄积极的力量 第三步是我们能够从痛苦中成长 先说第一步 抗压力啊 首先是能够和我们的消极情绪良好的相处 你看我们一旦遇到压力啊 其实很容易带来负面的情绪 而这种负面的情绪啊 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压力变成动力 反而呢压力就变成了惊慌恐惧担心害怕等等这样的情绪 而如果我们在面对压力能够把这样的情绪减弱甚至消除的话 其实我们和压力相处起来就容易的多 那怎么样能够消灭我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就首先要去思考这些负面的情绪究竟是怎么来的 你看我们一般人觉得我们会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啊 往往是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些倒霉的事儿 或者是一段失败的经历 比如我们上班遇到堵车半天走不动 跑了半天没赶上公交车 哎觉得就很懊恼了 然后考试准备了那么久 结果真是没及格 这太生气了 或者我们工作当中有非常大的失败 或者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 压力很大很不安 你看这种失败呀 或者那种倒霉的事发生 我们就容易产生这种消极的情绪 可是你说这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我们难免会遇到这不如意的事儿 消极的情绪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果你也认同这样的想法的话 可能你就掉入到一个情绪陷阱 我们刚才这个分析的逻辑呢 是说坏的事情就会带入坏的情绪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作者呢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 这朋友呢有一年啊 在就是年底过年的这段时间 到日本去度假旅游 他把自己的旅途最后一天 安排的就是坐火车去飞机场 然后飞回新加坡 为了赶上飞机呢 他提前买好了这个火车票 做好准备 结果那天去了火车站以后 半天火车没出发 怎么着呢 火车停运了 因为你就新干线火车停运 是很罕见的一件事儿 原来呢 是那个沿途的一火车站 发生了大火灾 结果好不容易等这个火车通车 赶到飞机场的时候 停止办理登机 误了航班 没办法 他只能在日本再过一晚上 可是呢 这个时候他找酒店又找不着 因为是假期 所有的酒店提前都订满了 没有空房间 哎呦 他没办法 不得已和他老婆两人 只能勉强在机场的 候机大厅里面过夜 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 又被保安赶说不能在那过夜 最后他又跑一人际罕至的角落里 挨了一夜 你想啊 如果你是这个人 你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会不会生气或者抱怨呢 真是乌落偏风连夜雨啊 可是让作者惊讶的是 他这个哥们儿心态完全不一样 他的朋友觉得 哎 我自己是在探险 我一整天是玩一个像心惊肉跳 却又一直总在期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么一个状态当中 所以这个朋友 他适合回忆起来这段经历 总是说 哎呦 这是我在日本各种经历当中 最宝贵的一次经验 为什么对于同样的体验 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呢 有的人消极抱怨 有的人就这么积极乐观 是什么造成的这种差别呢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其中的奥妙 我们是不是在应对压力的时候 就多了一份从容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呢 就得了解一个心理学中的 重要概念 叫做刺激反应模型 这个概念啊 其实此前 Steve柯维在他的高效能人士 七个习惯这本书当中就提到过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柯维说啊 人们在环境中 对外部环境的刺激 和自己要做出的反应之间 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 而这段纪律啊 就是决定我们是否幸福 或者能否成长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我们啊 在外部遇到倒霉的事情 和我们做出沮丧的反应之间 其实未必是一一对应的 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啊 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遭遇失败或者面对困难的时候 就是外部有这些负面刺激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是用消极的情绪来应对 我们也可以选择用积极的情绪来应对 就像那个新加坡朋友一样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 其实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的过去都是按照我们的习惯啊 经验模式啊 形成的自动化处理的模式 只要一发生负面事情就产生负面的情绪 有的人呢 领导一催活啊 就心里特别烦 客户一批评就会很生气 觉得怎么可以这样 事实上是我们过去经历这些事情 一遇到负面的事情就产生负面的情绪 这种反应让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这种思维定势发生的过程是特别短暂迅速 导致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就已经产生了相应的情绪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情景下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思维定势 有时候这种定势是消极的 有时候可能是乐观的积极的 作者啊 把这种思维定势呢 比喻成我们大脑中存在的一条条咆哮的狗 不同的狗呢 代表我们大脑中的不同的思维定势 他把这些狗命名为思维定势犬 比如我们工作不能按期完成 领导催活的时候 我们这种优利犬就会叫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做不完了 可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没做好 在大家面前出丑了 那个难为犬就会出来叫 哎呀太丢人了 我以后再也不懒这活了 而我们的东西啊 或者权力啊 被受到侵犯或者剥夺的时候 我们的愤怒犬就会跑下 啊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和你拼了 等等等等 当我们有这些情绪反应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它想象成 是我们大脑中那条狗在叫 我们的那条狗试图让我们听他的指挥 可是一个真正成熟或者说理性的人 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决定和大脑中那条狗的命令区分开来 换句话说 我们要把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想法和自己的行为区分开来 思维定是犬在咆哮 而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我们能够从旁边去观察这条狗 如果他叫的有道理 可以听 如果他叫的是无厘头 可以忽略他 如果他叫的非常不合理 要想办法驯服他 我们和消极情绪能够相处的关键呢 就是当我们遇到负面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给自己产生的情绪之前来一个防火墙 要知道我们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 重新掌控自由 是我们和消极情绪相处的关键 这也是这本书教给我们的第一步 不过呢 做到和消极情绪相处 并不是这本书的最终目标 不仅仅要和他相处 还能够重整旗鼓 重新有力量和信心去面对未来 那要怎么做呢 就需要锻炼我们的弹性肌肉 就是说能够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的精神肌肉 就好比我们去健身运动 能够让我们身体的肌肉更强健 同样的 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从消极中恢复积极力量的能力 也像肌肉一样通过训练是可以增强的 那怎么样能让我们的弹性肌肉增强呢 作者就教我们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叫做提升自我效能 所谓自我效能呢 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一个问题时 相信自己能够完成它的相信程度 我们可以用十个问题来测量我们的相信程度 比如你自己觉得在半年内开一家咖啡店 这件事情有多靠谱 你可以与接下来的十个问题一一比较 看看自己是否认同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事我只要拼命努力 我就能搞定 第二呢 就算有人反对 我也一定能找出方法来获得我的目标 第三呢 我不会搞不清楚这件事怎么样算弄明白 达成目标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事 第四 就算期间有很多意外情况 我一样能够把它处理好 第五 我就是个知多心 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我也有办法搞定 第六 我只要加倍努力 我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第七 我对自己处理意外状况的能力非常有信心 所以有什么困难我都不会慌 第八 出现问题时 我总能找到两个以上的解决方案 第九 陷入困境时 我总有办法 第十 无论出现什么状况 我都能有效应对 这十个问题啊 你觉得符合的比较多 那你的自我效能就比较高 也就是说 你对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比较强 我们每个人啊 在不同的目标上 自我效能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 如果你是一个有这个开店经营的人呢 你可能对开咖啡店这件事 你自我效能的自信度就比较高 如果你过去可能从事是写作 这样不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可能你对这个问题就心理打鼓 自我效能程度比较低 不过呢 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上都擅长 所以我们就一定会有自我效能度比较低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哎 这就要提升我们自我效能的几个小技巧了 第一个技巧呢 就是我们想办法让自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先享受到成就感 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可以 作者讲啊 他儿子小时候被血淹过一次 所以呢 就对学游泳就是特别担心害怕 因为心里有恐惧嘛 所以就学了很久 就学不会 他自我效能就比较偏低 结果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 对作者在他们小区里碰到游泳老师 这老师呢 以前是一个救生员 所以作者呢 就抱这个试一试的心态 说不行就让孩子在那跟着学一学 结果呢 这老师他教游泳啊 和其他老师的方法都不一样 其他老师呢 上来可能是教你正确的游泳姿势 可这老师不是 他上来是教你 哎 怎么样在水中淹不死 所以这孩子学会这一招以后就 哎 这挺好 自己怎么着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哎 所以就有了很多信心 两个月以后 他儿子已经能够游泳游的非常熟练了 所以这个事呢 就给作者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人在自我效能比较低的时候 其实需要做一些 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从而在面对接下来 更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有信心 这个原理啊 其实一样可以 能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你像我们工作 也总会遇到一些比较大 或者复杂的问题 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 先找一些容易的突破口 来从事 在麦肯锡方法那本书当中啊 麦肯锡的经理人也提到过这个观点 他们在给客户提案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先去解决那些 比较容易出效果的问题 这样比较容易获得客户的认可嘛 而团队就容易建立信心 去解决后面的问题 而且大家也能够建立 比较好的合作氛围 这就是当我们自我效能低的时候 第一个突破口 积累成就感 不过呢 有时候我们遇到问题呢 也不一定一时都能找到突破口 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这个时候呢 作者提供的第二个技巧 就是找榜样 你看我们虽然没有信心 去完成这个任务 可是我们可以去看 哪些人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好呢 他做了哪些事 让他取得了成功 可以有意去模仿 去学人家的思考方式 人家处理问题的具体办法 这样我们可能一点一点 就长到了这种掌控感 作者讲啊 他在保洁公司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保洁呢 对全球员工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 就是他们每天工作 做完之后呢 要把一天的工作总结 写在一张A4纸上 其实这个要求呢 对于总结的能力是非常高的 作者刚开始提交那些报告 基本是每次都被他上司改的面目全非 所以写这个总结报告 就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噩梦 不过呢 他的上司确实很负责 每次都认真的帮他改 于是作者后来就觉得 其实我可以去思考 人家为什么这么改 他的思路是什么样 然后开始尝试的模仿 一点一点改进 结果慢慢的找到了方法和技巧 报告越写越好 就建立了信心 所以作者说 我们留心在一个领域中 做的那些杰出的人士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去研究人家的做法 慢慢我们就会找到技巧 给自己带来信心 从而能够扛住更大的压力 榜样的力量这件事情 在体育领域里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 早些年的时候呢 人们都觉得 人类是没有办法 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的 因为当时无论从医学和生理学呢 都支持这个观点 结果呢 有个运动员 他叫班尼斯特 他就不信这个鞋 他说 我一定要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 所以他就练啊练啊 最后三分五十九秒 创造了历史 不过有意思的 并不是说对班尼斯特 他挑战成功 而是在他创造记录的一年之后 居然有三个人打破了他的记录 而且第二年有三百多人 全部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 这可不是说 我们的田径运动员 他们的身体机能 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电话 而是呀 我们过去运动员啊 觉得四分钟完成这个任务 不可能 可一旦有一天 有一榜样立那儿 班尼斯特都能做到 那我也可以啊 我跟着模仿改进不就行了吗 结果目标没变 自我效能变了 实现突破人就大幅增加 这个就是榜样 对我们自我效能提升的帮助 那第三个提升自我效能的技巧呢 就是多寻求别人的鼓励 你看我们大家在高压的环境下 其实信心不足 如果在关键时刻 别人说 小王 我觉得你一定能行 类似这样的鼓励 可能对我们帮助会非常大 你看我们知道 医护人员 他们的工作环境 其实压力就非常大的 可有一个护士长呢 他就定期给那些表现好的护士 写感谢的纸条 他说像你这么优秀的护士 能够在我们医院里工作坚持十多年 我特别感谢你对病人和家属做的这一切 你知道吗 这些护士在高压的情况下 收到这样一个纸条 会特别感动 有些人甚至把他们表起来挂在墙上 这个外界的鼓励 对于我们增强这种抗压的能力 增强这种信心是特别重要的 最后一个提升自我效能的小技巧 就是我们想办法创造一种兴奋感 比如在工作中 大家压力都很大 信心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个理由去庆祝一下 比如说给同事过个生日 或者大家过个节 开个party等等 我们想办法创造这种开心积极的氛围 调动大家的信心 恢复活力 上面这些 就是提升自我效能的几个小技巧 增强抗压能力 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弹性肌肉 但提升弹性肌肉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提升自我效能外 还有很多方法 比如我们优先做那些 能够发挥我们自己优势的工作 一方面比较容易出成就 就能够和别人拉开这种有价值的距离 同时我们做这种自己擅长的事情 工作也比较容易顺心 所以就会有成就感 增强自己的抗压力的能力 还有就是我们应当建立心灵后盾 所谓心灵后盾 就是我们应当有自己能够敞开心扉交流的 这些亲朋好友或者同事 因为我们在高压的环境下 有地方发泄自己的想法其实也很重要 在平时中大家总是关心的是你的工作方法 对不对 你的工作质量好不好 你这个进度有没有保证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就是我们的员工能不能坎路心扉 去分享他所面临的压力 其实一个人倾诉的过程 本身就是增强他面对压力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在管理学上经常会强调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管理者一定把沟通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去做 除了是沟通项目业务之外 还有就是和员工进行心灵的交流 建立这种团队理解和信任的文化是特别重要的 而这本身其实就是在增强整个团队的抗压能力 最后呢 作者还建议 就是我们要锻炼弹性肌肉呢 也要常怀感恩之心 因为常常去感激别人对自己的付出 就会让自己产生幸福感 而这也会增强我们的弹性肌肉 具体的做法呢 作者给了几个小建议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这个每日的感恩日记 我们可以寄一封信给我们自己要感谢的人 这样我们收到了别人的反馈之后 也会更加激励自己有信心去面对困难 上面这四个方法 提升自我效能 发挥自我优势 建立心理后盾和常怀感恩之心 就是能够帮我们积蓄正面的力量 来面对压力 在积蓄了正面的情绪和力量之后呢 就进入了抗压力的最后一个环节 那就是从痛苦中智慧的成长 作者认为呢 我们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成长 一定会经历一个可能精神上非常痛苦 但是一旦突破之后 我们就能够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 挑战这么一个过程 专家呢 把这个过程称作PTG 也就是Post Traumatic Growth 中文叫做创伤后成长 是指经历了这种精神痛苦之后 在危机中挣扎挣扎 最后克服的危机 这么一个过程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积极的心理变化 能够带来人真的的成长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苦难可能是一种财富 能够让一个人变得更成熟 可是如何能够把痛苦的经历 变成提升自己抗压的能力呢 作者分享的其中有一个方法 叫做逆境叙事法 就是说我们过去经历了这些痛苦之后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 重新审视我们这段经历 我们可以像用讲故事的方式 再把我们过去的经历讲一遍 不过讲的过程要注意一点 讲述的视角发生变化 就是我们不要用处于当时磨难状况下的受害者的角色去讲 而是我们要以一个克服了困难的诊作者的角色来讲这件事情 在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 一定要回答几个问题 一呢 就是我们当时是如何摆脱了那个困境低谷的 有什么样关键的因素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让自己走出那段低谷 以及自己走出低谷后到今天这一段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 把这些因素加入到我们整个叙事的过程当中 就更容易的从这种过往的经历中成长起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这种痛苦和困境的过程当中 其实思考问题的能力会有点像一个近视眼 就我们会产生压力恐惧愤怒这些消极情绪 让我们在面对问题时视野会很狭窄 我们会被眼前的问题蒙蔽 然后只看到眼前这一点事 虽然有时候这会有助于我们去度过当时的难关 解决眼前的问题 但是却很难让我们有更大的视野 把这些经验运用在以后的问题上 所以对着说 我们要以一个更高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经历 这就好像在高空中翱翔的老鹰去俯视整个大地一样 只有这样过去的苦难痛苦才能有全新的意义 这种回过头来俯视过往经历的这种方法 其实是帮助我们看起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自己究竟是谁 我们为什么存在 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只有理解这些 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抵抗压力的力量 归根到底 在生活中的压力 还是来自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我们工作 或者要做的事情之间的关系的 对工作而言大概是会有三种不同的价值观 有一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故事 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从前有三个木匠 他们一起在修一个教堂 有一天有个路人 他在旁边看他们工作 然后就问问题 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工作呢 第一个木匠他就说 我当然是为了赚钱 我没钱我怎么养活家人呢 第二个木匠就说 我得把这活干好 我干好了我才有新的业务 所以我得努力 而第三个木匠 他目不转睛的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才回过头来说 你没看到吗 我在这里是在建作一座辉煌的大教堂 这就是我的工作 等这个教堂建好了以后 上帝会很高兴 就会有更多的信徒来这里得到的施恩 你看 第一个木匠 他是把工作当成赚钱的过日子的方式 所以他追求的是一种物质性的回报 那么他也最容易面对压力 因为物质回报一旦变低 他就丧失了动力 抗压力的能力就比较弱了 而第二个木匠 他是把工作当做了一种事业 这种人的工作 更多的是追求名誉地位 可是他们一旦自己设立的目标实现了以后 很容易就丧失动力 或者是又得设计一个新的目标 不断地追求 无止境地跑下去 可越跑内心越空虚 而只有第三个木匠 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为自己 而是为了超越自己之外 更大的意义和目标去努力 我们把它称之为使命 使命就是那些 我们注定要做的事情 我们从心底热爱的事情 我们去把它变成内部的动机 你像工作型 事业型的人 他们都是靠外部性的刺激去面对压力 而他们的努力是通过奖金 上次的表扬 晋升的机会 这些支持他们的 而使命性的人 他们内部的动机 能够让他们真正的理解 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些压力 而只有有这样的认识 才能真正的享受生命的祈福 而一个人 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和这样的视角 其实往往也要有一段艰辛的经历 有一段逆境的历程 才能真正的让自己发现 什么是自己真正看重的事情 自己真正要面对的未来 所以只有我们找到自己的使命 并投入其中之后才能够获得自己真正最强大的抗压能力 好了 总结一下 这本书告诉我们压力往往是来自于我们遭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或者失败的经历 这些经历之所以给我们带来压力是因为我们产生了负面的情绪 因此处理压力的手段就变成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 我们要和这些消极的负面情绪相处 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发生负面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有负面的情绪 因为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在刺激和反应中间的那个自动化模式 其实是一只思维定时犬 它在咆哮 我们可以理性的和那只犬相处 也就是和我们的消极情绪和谐相处 第二步 我们还要能够积极的恢复正面的力量 怎么做呢 就是锻炼我们的弹性肌肉 有四个方法 一是增强我们的自我效能 二是积极发挥我们的优势去工作 第三建立我们的心灵后盾能够倾诉压力 四常怀感恩之心 那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还要能够从这些痛苦和压力中真正成长起来 真正的理解什么是自己最看重真正在意的事情 然后以一种使命感去实现人生的价值 这样找到了自己最大的抗压能力 下面内容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还有一本书与本期节目内容密切相关 那就是情商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 如何处理压力与负面情绪的话 你也可以搜索成甲说书当中情商那期节目 好了 祝贺你听完这本书 我们下期解释完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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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解释完这本书